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镜新闻台的明镜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上海 今年万圣节的政治抗争盛况 在去年的万圣节 装扮者们通过变装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这一行为引起了当局的强烈反应 今年上海当局下令加强监控 并展开大规模的拘捕行动 试图阻止类似世界的重演 然而这些禁令并未能阻止年轻人们的庆祝热情 反而使他们更加勇敢地挑战红线 将抗议的声音带上街头 这些年轻人不再选择消极的躺皮变装的方式对抗压迫 许多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现状的愤怒 从如来佛祖到蝙蝠侠 这些角色的扮演者们在街头高喊口号 与警方展开对峙 成为当前社会运动的缩影 在我们的节目中将深入分析 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力 与年轻人的心声 以及当局的反应和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上海 万圣节这一看似单纯的节日变装活动 却成了政治表达的特殊舞台 去年上海的参与者们在万圣节期间用变装来发声 表达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 这些创意的表达方式迅速引起了中国当局的警惕 今年当局更是严防死守 企图避免类似的声音再次出现 受到打压的民众们转移战场 从上海据鹿鹿到中山公园 再从上海到杭州 积极寻找任何可以发生的机会 社交平台X帐号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透露 上海某街道办的内部通知 五速下达 要求警方在万圣节期间 对角色扮演者实施严密监控 要将这些万圣小鬼主义揪出 路透社也报道 当局在26日于上海 进行了严密的防范工作 提前部署了大量警力 定于聚鹿鹿、长乐鹿等地设置路障 试图将任何可能的抗议活动 扼杀于萌亚中 甚至有报道指出 上海黄埔区政府发出通知 要求禁止任何万圣节元素装容出现 并警告如不配合将采取强制措施 这一连串的动作 充分显示出中共当局 对民众利用节日 进行政治表达的高度紧张 然而这些禁令 并未能真正阻止 年轻人们的表达热情 二叔五日晚间开始 上海的街头 依然出现了大浪提前 庆祝万圣节的年轻人 他们扮成如来佛祖、颠覆侠、 四世等角色走上街头 这其中不乏带有明显 政治暗示的装扮 今年也不乏去年 因扮演鲁迅而引发关注的参与者 他们再次出现在街头 手持不干了等标语 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 警方对于这些变装者的控制措施 也变得更加严厉 静安寺附近的变装者 一旦被发现 立即被警方带走 并强行卸装 此外 还有上海年轻人扮装上街 在其他地点和公安打游击 这些场景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 成为热门话题 引发热议 但由于参与活动的人数太多 警方一时之间也无可奈何 甚至有参与变装活动的女性 开启直播 都喊自由 引起许多参与活动 民众的共鸣 有分析指出 上海年轻人对于红线的挑战 显示出预装由于恶化 向政治化表达的过度 这种行为也在嫌露出 中国年轻一代对现状的不满 和对改变的渴望 有网民将大批上海公安 上街巡逻的画面 退上恐怖音乐 将他们当成穿制服扮装的鬼 还有网民嘲讽 这个万圣节 是上海当局在装扮封城 目前流亡欧洲的上海白纸运动参与者 夏朝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对此现象表示 中国的年轻人 正在从一种消极的态度 转变为更积极的行动 尽管这种抗争 尚未达到成熟的政治运动水平 但他们的行为 已经越过了当局设置的黄线 政治不惧触碰红线 他说 今年哪怕明确知道 警察在严令禁止万圣节 但大家不会具体 以前更多的是 像躺平一样的态度 去面对整个社会 但是到了现在 大家不只是用一种虚无 来对抗他们的统治 而是大家主动去做圣魔 夏朝川还批评中共当局 对年轻人的娱乐化软性表达如灵大敌 这种应对策略 与镇压百指运动无异 他认为 中国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 如果当局能给年轻人一些发泄的渠道 或许能够缓解社会矛盾 和促进经济增长 相反 当局不断增加敏感日期和维稳成本 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是非常愚蠢 且毫无性价比的 导政驴身底线同样 旅居法国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胡雪阳也指出 年轻人在万圣节期间以戏学的方式 对当前社会和政治进行婉转批评 这种软性抗议的力量不容小觑 他分析 万圣节叫鬼节 那某鬼是黑暗中的 在背后行使他所有的权利 现在这些年轻人婉转几口欲惊 把鬼引出来了 突破了真正是鬼的那些东西他们的戒律 上海并非孤立 浙江 杭州 广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一些在现场的网民报道 杭州万圣节活动吸引了余万人参加 中山北路成了新近网红打卡地 微博热搜话题杭州万圣节也因声而起 网民们纷纷发问 今晚杭州哪里可以见鬼扮装 然而杭州的鬼怪大会也没能逃过当地警方的法眼 大量警察开始出动搅局抓人 连扮演耶稣和范冰冰的亲眼也未能信念 另外在广州东山口步行街也有大量年轻人聚集 举行万圣节派对 网民透露 比起上海和杭州 广州气氛一度较为轻松 不过这场抓鬼行动中 广州也没能信念 东山口步行街的狂欢稍纵集市警方的手电筒一照 也开始要求那些鬼脱掉服装 上脚玩具枪 在台湾有年轻人扮演成球服版的政治人物 却能畅通无足地参加活动 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这一连串的招呼行动 网友们不禁发问 中共在怕什么 有人打去说 它的是西方文化的渗透 或者是那无处不在的维稳压力 对于许多上海的年轻人来说 往年万圣节 他们装扮成大白 韭菜或者维尼松来嘲讽当局 现在却只能在网络上发泄不满情绪 这种表面上是对节日活动的打压 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一种 对年轻人政治表达的深层次恐惧 当局对万圣节的严放厮守 与其说是对于节日活动本身的管理 不如说是对于社会不满情绪的焦虑 和对于群众运动的恐惧 年轻人以娱乐化的方式 试图表达对现状的不满 这不仅显示出他们的创造力和勇气 也在无意中挑战了当局的管理方式 对此法广一篇题为 持刀商人首线北京万圣节前谁紧扎 都就您身底线的评论文章指出 政治仿刺是中国的大忌 尤其不能将矛头对准一尊 知名防守商任志强2020年被抓 是因他嘲讽习近平是剥光了一副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评论更引述美术美国之音 刊登普黄渝的署名文章 分析去年上海万圣节的影像时说 万圣节活动让上海北京当局 如惊弓之鸟 一般处在无时不刻的革命恐惧中 后者的直接反应 便是从2022年底开始 在上海街头加装大约3000套 执行人脸识别功能的专入摄像头 在全国范围进行所谓武师人员的普查 其对投资失败 生活失忆 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的人民进行分类统计 并纳入新社会维稳群体 还很快停止了有关青年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公布 鼓励高校暂缓学生毕业 留用毕业学生等 并且在官方媒体展开了一场反躺平的宣传公式 评论直说 两年前的白纸革命体现了三年新冠疫情前后 以上海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 那就是主张和践行不结婚不生子 不买房不买车的四夫青年 从消费资本主义人口家庭在生产 个人奋斗和财富积累的四个维度 彻底告别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阶段被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绑架 也自我了断了与统治阶级的代际关联 最为典型的是2020年在上海的三月封城期间 由一对普通上海青年面向门外的警察 以和平的声音说出的 我们就是最后一代 这恐怕才是白纸革命中所包含的决绝 一种社会革命的精神 是疫情结束后 无数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激励 也是过去两年上海年轻人们 乐此不疲地举行万圣趴的纽带 更是一句让北京当局惊心动魄的无名宣言 中国乒乓球队在近日与法国蒙比利埃举行的WTT冠军赛 遭遇重大凑折 参加比赛的八名选手均未能闯进决赛 无一人获得冠军 在这场仅设男女单打两个项目的赛事中 帮助名声底先手小类布伦和日本的16岁星星大腾沙月 分别夺得男单和女单冠军 而中国队的参赛选手早早出局 令人不免对中国队的现状感到担忧 综合名声底线 中国队派出四名男选手参加对抗 然而结果并不如人意 林高远已上场便被对手淘汰 向鹏在第二轮比赛中失利 梁静坤则在第三轮中止步 只有林诗洞一人打进四场 却在与小类布伦的对决中 以零比四场败 与决赛无缘 相比之下 法国的乐布伦兄弟和瑞典的莫雷加德 这些欧洲新手 正极助主场优势和快速提升的技术水平 让人刮目相看 建议单方面 中国队同样面临挑战 石巡尧在首轮级被淘汰 王毅迪和陈信彤也于第二轮出局 威打进四场的前天一 面对日本16岁的张本美和 最终以2比4输掉比赛 都证明声敌谢未能停进决赛 这位上年的快速崛起 让日本女队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显著提升 而中国女队面对这些年轻对手时 显然未能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在全部七个项目的比赛中 中国队仅获得男团混双两项冠军 创下了本项赛事自开赛52年来的最差战绩 此前的记录为1972年首次参赛时 中国队获得二项冠军 这次全军覆没的结果 继亚锦赛之后 不仅意味着中国队连续两战比赛 在单打项目中失去冠军 都在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留下罕见的记录 曾经在国际比赛中所向披靡的国拼 如今在面对新一代选手的挑战时 似乎需要重新调整策略 寻找突破口 巴黎奥运会后 各国的主力选手都处于调整期 中国队的核心选手如马龙、樊正东和陈茂 因各自的原因未能参赛 这也使得队伍短暂失去稳定的骨干力量 王楚清因接连在外战州失利 未能参加此次比赛 而孙颖沙与王曼玉则因伤病营下未能出场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队伍以锻炼心源为主 然而中国队的年轻选手 在与对手的较量中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相反 日本的张本美和大腾沙粤 以及法国的洛布伦兄弟 技术水平正在快速上升 已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重要竞争对手 这次比赛的结果 无疑为中国乒乓球队敲响警钟 打骂、讞斗作为中国的国球 从脑到爽、从城市到乡村 只要有一张桌子和两只球拍 都就零声投出名声比赛 就能开打一场国际级的比赛 然而最近的中国乒乓球团上 可谓波涛汹涌 暗流涌动 从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中国的乒乓球团便掀起了一阵风波 当大家满心期待中国选手 孙颖沙能摘下女单冠军 完成她的大满冠梦想时 结果却是另一位中国选手陈梦夺冠 当时森颖沙的粉丝纷纷抱走 直接从观众席上跳起来 对助陈梦、贺道彩 甚至有的球迷向他竖起的钟指 原本应该是为中国选手 夺金而欢顾雀跃的时刻 却变成了一场粉丝对决的戏 而这场戏码的背后 却是中国乒乓球团 让球放水的传统作祟 中国时事评论人士 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 上官乱 在上报发表一篇题为 中国乒乓球团多年让球放水传统 滴走过多少冠具的评论 揭发中国乒乓球团的成年恶习 该文内容写道 孙颖沙粉丝的各种辩护理由 从应该让球给孙颖沙 道成梦不光彩的夺冠 无不体现出一种思维定势 服从安排 牺牲公平 服从大局 这种思维中的让球和放水 早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中 说到乒乓球让球的故事 恐怕得从60年代说起 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 可谓是一家独大 特别是在1961年的世拼赛上 中国队已经确保了南单金牌 但问题来了 这金牌应该给谁呢 于是就有了贺龙副总理那句名言 我们叫谁当 谁就当了 一席话 让人明白了让球这件事 在当时的体育界早已司空见惯 最终 庄泽动成了这金牌的指定继承者 然而当时的让球 可不仅仅是内部解决 更有国际友好的大局考量 比如和朝鲜的比赛中 张力两度放命将金牌拱手 让给朝鲜选手普英顺 这样的友好 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 然后来到了80年代 这让球的传统突然遭遇了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人 欧洲民生抖在1987年的市井赛上 拒绝了领导让他让球给队友的要求 凭住自己的实力拿下了女单冠军 这一举动让他瞬间成为了乒乓球界的叛逆者 然而也迅速招致了报复 最终被逐出国家队 此后 他以小山智利的身份 代表日本击败了中国选手 这让他在中国媒体上被指责为汉奸 这样的故事一直在中国乒乓球台上演出 从何智利到后来的成绩 再到如今的陈梦 让球的传统似乎从未真正消失 而如今随住饭圈文化的入侵 粉丝对选手的支持和反对 已经不再仅仅是出于运动 而是夹杂住更多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竞技场上的对手 还要面对来自粉丝、媒体 甚至是国家体制的多重压力 而这样的压力 也让许多队员萌生退役 就在最近国家队中四名成绩不突出的选手 相继宣布退出 这些曾经在国内赛事中拥有不错表现的选手 在进入国家队后却沦为陪练 深迁无望 最终选择了离开 他们的选择 无疑是对当下中国乒乓球队内氛围的一种反应 在这里竞争异常激烈 让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对于这些选手的退出 网民们也各有看法 有的表示理解 认为没有出头之日还不如早做打算 也有的认为 这是对当前体制的一种反抗 无论如何 这反映出来的 正是中国乒乓球团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梦想之间的深刻矛盾 而站在这些矛盾的中心 正是国乒的未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手加入 国乒总教练黎森也在积极应对 他表示 最近的失利只是赛季调整期的一部分 国正名声底线 未来将加强训练 重新调整状态 然而这样的调整是否能真正化解内部的矛盾和压力 是否能让选手们在追求个人梦想 与实现国家荣耀之间找到平衡 这些都是摆在中国乒乓球队面前的挑战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